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疫浅自由潜水的负责人张梦伦 阿伦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阿伦 谢谢你 阿伦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让你决定创立了疫浅自由潜水这个品牌呢 起心动念主要是我很喜欢自由潜水这个运动 然后早些年在台湾其实没有太多人从事这个运动 所以我那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呢 在出国学习的自由潜水比较高阶的课程 然后当然也包含教员的课程 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先以兼职的身份来去教 身边喜欢玩水的朋友 就要水费潜水游泳跟独木舟的朋友为主 然后在2017年快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全职教练 然后来教学自由潜水这个内容 然后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只是要想要在台湾安全的去推广这个运动 因为早些年在台湾其实很少人知道这个运动 大家觉得很陌生很想要试试看但是很怕危险 然后我们就是透过教育教学来去让更多人安全的去学习这个运动 然后推广这个运动 了解 那就像阿伦讲的一刚开始就是你因为兴趣跟喜好 然后开始投入了自由潜水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兴趣跟事业要做一个结合 其实这中间的转换是需要很多的挑战 然后跟克服的地方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你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去学习的呢 最主要克服的地方就是跟家人相复的时间 还有跟朋友等等之类的 因为自由潜水现在比较像一个服务业 就是大部分来学习自由潜水的朋友都是上班族 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所以下班时候或假日的时候才能来学 所以这也是我们上工作的时候 所以就必须要跟家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谅解 然后他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 然后来协助我们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克服就是跟家人的时间的安排 或是跟亲友的这个部分 对了解 其他部分我觉得还写没有什么太难问题 嗯了解 那我也想请阿伦分享一下就是说 就像你讲的在时间上的调配 还有就是毕竟自由潜水这个运动 还是要接触到大自然跟水世界的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过程跟经验呢 接触到水世界来讲的话 其实当然比较有趣的经验来讲 就是教学上来讲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学生 有些学生很喜欢水 有些学生对水很恐惧 那当然比较有印象就是恐惧这个部分 那有些学生跳下水之后他就非常恐惧 我们只能去让他去多一点经验去认识水这个运动 其实让他习惯之后其实恐惧的成分降低之后 他就很开心的学习 所以在降低恐惧或是陪着学生去让他有更多的经验培养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教学一个蛮大的成就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了解其实就像你讲的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他从一刚开始害怕恐惧 到我们细心的跟他沟通给他更多的教学 他可以开始去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个内心层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印象深刻的 对没错 那我也想请阿伦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是一个兴趣爱好的运动项目 那刚开始有了品牌之后 你想要把以前这个品牌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理念 或者是核心价值分享给大家呢 我希望这个品牌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是一个有风险的运动 但是我们是一个安全跟推广这个运动的状况 然后让大家能理解到认识到我们 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对于教学是有一定的品质 然后在这个运动上的安全的规范 或是在安全的教育的理念等等之类的 然后让大家从事这个运动来讲的话 他会更放心 或是对家人来讲 他也会更安心的让就是家人朋友来去喜欢这个运动 对因为毕竟接触到水世界 而且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呢 一些小细节还有安全风险的考量 其实它可以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过程中 多了一份保障 对没错 那也请阿伦分享一下目前呢 疫情的服务项目还有一些教学 大概是着重在哪一些范围呢 OK我们的服务项目呢 当然从最我们讲最入门的叫体验潜水 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 你想要来试试看 我们就会带你去体验 然后我们体验的部分就是会下水 下海跟下一个比较深的泳池 然后让人来体验 你踩不到底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 然后包含到我们所谓的初阶的课程 开始进入自由潜水到进阶的课程到最高阶课程 甚至想要考教练 我们这边也有这样子的服务的内容 对对对 那除了教学之外 目前还有其他可能跟台湾啊 或者是一些运动项目做结合的服务项目 好我们第二个服务项目 其实就是在于赛事的推广 赛事的推广 虽然它不是很赚钱 但是它是我们在于推广专业的自由潜水 或是对于这个品牌的认识 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有办 我们所谓的之前的泳池赛 也有办之前的深度赛 然后我们也是跟国际的这个赛事的安全的规范 或是赛事的标准来做结合 然后也是推广那个国际赛事这样子 了解 那也想请阿伦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从喜欢自由潜水的一些爱好啊 然后兴趣到投入创业者的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没有家人的支持或者是学生 甚至一些身边朋友的支持 是推逆在做这件事更大的动力 这当然有的 当然学生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最主要是 现在跟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团队的教练 基本上都是我非常早期的学生 然后我带他们认识这个运动 然后他们跟着我一起成长 然后也很认同我的教学的理念 然后到现在的整个这个工作伙伴的团队 然后整个团队都是一个非常支持 我们在这个自由潜水的推动上非常大的帮手 这样子对 因为其实除了教学之外呢 我们在办比赛也非常需要很多专业的人士 包含我们所谓的介護员 包含所谓的裁判 那这些都是跟着我一起成长一些 就是我的团队的伙伴们 对 了解 因为这些人的支持 其实让以前的品牌呢 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规划 甚至按部就班的上轨道 甚至在包含你刚讲的推广赛事上 得到很多的认可 而且是一场比一场更多人 没错 像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大概是2018年的比赛 当时的比赛规模大概 我记得大概40人左右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学生 因为我们想要办比赛 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教练 或是我们这样子的裁判的团队 然后就邀请大家 那因为当时在 只有选择在台湾比赛 太多人觉得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比赛 离我很远 对到现在我们今年的5月份 在台中办了一场比赛 已经大概快150人了 然后即将来的11月的比赛 就是另外一个伙伴团队 就是合作伙伴办了 已经快200人 200人在全世界的赛事 应该是算最大型的赛事 对而且是一个赛事 这么多人参加 其实它是会一个很盛大的过程 没错 现在这个赛事的 而且200人的报名 他大概一分半 两三分钟内就报完了 哇很棒 很棒他就是算秒杀的比赛 然后听说后补大概后补了七八十人 是 等于在台湾 其实慢慢的更多人看到这些相关 甚至也越来越喜爱自由潜水这个项目 没错 那我也想请阿伦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以前现在是一个 以品牌为导向的方向去经营 对那这也是让更多自由潜水喜爱的教练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学生也好 他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归属 那你对于说以前的品牌的一个短 中长期规划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OK我当然希望 就是我们是以前是一个品牌 来做教学的推广 大家要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教练 团队们是认可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品质 跟我们的要求的规范 然后来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 相信我们这个品牌 至少品牌的ABC教练都教的很棒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做的部分 那短期来讲当然是以教学为主 继续的稳定的这个教学的品质是非常重要 然后以这个品质来做一些口碑的传播 就是来上过我们的课的同学会认为我们很棒 当然上过我们除了我们除了课程之外 我们对于学生还有我们讲的团练 团体练习 然后或是做一些训练的部分 来做课后的这些服务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短期也正在做的 那当然中长期的规划 除了教学的稳定之外 我们希望赛事的这个推广 或是赛事的这个稳定的程度会更好 让更多的人认识自由潜水 因为比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比赛可能有转播 可能有带亲友来等等之类的 所以赛事呢就是我们中长期 希望去努力的一个部分 一个方向跟规划 那其实就像阿伦讲的 因为透游短期的一个教学 稳定的规模 其实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如果想要学自由潜水 来到疫情 我是可以很放心的 交给这边的教练 甚至我所有提供的服务项目 那并且对于未来可能有一些 喜欢这个运动的人 他在参加赛事的时候 又可以额外得到 兴趣以外的一些成就感 那我想请阿伦 最后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对于说未来呢 可能想要投入自由潜水的一些体验者 又或者是学生 那你想要给他一些怎么样的建议 你说投入到这个行业来做 行业的从业人员吗 对啊 还有学生也可以 好没有问题 那我们希望这个自由潜水 在台湾越来越蓬勃的发展 而且是一个安全跟稳定的发展 因为毕竟这个运动还是有相对应的风险 所以愿意进来的学生 他要很理解这件事情是 他有风险 那你要怎么去控制他 你要怎么去好好学习 他是非常重要 而不是你跳 看到一个海边 你随便拿一个装备就跳上去 那风险一定是很大的 所以进来的学生要很认识 这个运动很重要 那想要继续在这行业中发展 我们当然也非常的欢迎 因为这行业越多人的参与 表示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市场的饼做得越大 那当然教学品质的稳定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行业 在这行业都是专业的人士 然后让这个专业的运动在台湾 让更多的信赖 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是了解 那就像阿伦讲的 就是让未来想投入的人 他其实可以看中很多的细节 甚至安全性跟风险 然后并且能让更多人 对于这个自由沉水的项目 是更多的肯定 那最后想要询问一下阿伦 就是小小的就是对于说未来想要加入以前这个大家庭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说个人教练们 那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分享或是想法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团队的教练 第一个是当然认可我们的这个风格吧 或是认可我们的教学的要求的规范 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我们对于学生的用心的细心的程度 其实也要大家要理解 因为除了上课之外 其实我们花很多的精神跟时间来去回答同学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上完课 然后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这个状态 所以其实自由泉水的教学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long term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长久性的 长久性的项目 因为我们是希望来上课的学生 他是把这件事情学好 而不是把课上完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核心的一些概念 所以等于说未来想要投入跟以前一起前进的伙伴 其实这几个要素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让大家觉得说我是从以前出去的这些学生是有这一些很厉害 而且是很注重很多细节的教练帮我去做八卦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开心邀请到以前自由泉水的负责人阿伦 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然后也谢谢阿伦分享自由泉水这一个很棒的项目 并且让更多人知道其实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难 没有那么难 好谢谢你 谢谢